大家好,這次是講一下如何攻略這個娘娘 將馮萊變成你的形狀的一個攻略法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KO她 娘娘也不錯,之前我們玩的時候也覺得 講一下基本資料 娘娘是雅人族,暫時沒有什麼印象 帶進去剛打雅人的東西 出現的陷阱有幾個主要 第一個就是火牆,火牆很痛 另外就是地雷,地雷就不太痛 你可以 skip,可以無事 另外,除了這兩個之外,最重要是有些波牆 波牆會頂住你,頂住你,不讓你去清怪 另外,除了這些基本的陷阱之外 今次有些新兼命,就是這個 透明化 只要牆上有葡島和海龍 我稱之為海龍的物體 你會為牆上其他部分的怪會透明化 你會打不到牠 譬如,如果在波士戰裡 有葡島在那裡 娘娘會變成一個隱形 就會在一個捉不到的地方 不斷地抽水 令你不開心 那就要小心一點 這就是最重要的新兼命 另外,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注意 第一,就是娘娘每次都會放傳染毒 傳染毒是一隻五千 最好避免帶太多銅角色進去 一般正常情況來說 通常都會帶兩隻就麻糟了 因為你每次都讀一晚就可以頂到 如果你讀一萬一次 基本上你都解決不了 或者很麻煩 那就不推介了 第二,就是這一版 就是有這個直偶幾倍的誕生 娘娘,你直接痛擊娘娘 將牠變成你的形狀 就有五倍的加成 然後其他那些怪 例如海龍、水龍、巴哈 甚至是葡島太郎 就是三倍功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這一版是不熟殞石的 殞石是無法清場的 接下來說一下色正寵方面 這裡是Admedia的網站 你會看到牠會放雷取和糖果屋是最高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Game With Game With Game With就會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牠會放糖果屋和楊展 放在S Van 主要的原因 我認為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兩隻 是有能力不跟劇本 尾血一擊就收涼涼皮 主要是因為這樣 於是我覺得牠們應該是很高的雷取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以Game With的狀況來說 接下來就是下面這些 雷取固然適正 透薄 另外這隻就是無課金最強行的物體 就是這個Makumele 即是新木爆 如果去到這個時候 你發覺你沒什麼重打糧糧搞不行的話 你再等幾個月積極打木爆 即是打死新木爆 你拿牠來打回娘娘都可以 十分之方便 好用 另外諸葛亮 諸葛亮很強行 因為弱點露出 你可以去到尾血 開了弱點之後爆技 那就可以鑑山戒死娘娘 不用煩那麼多 然後這隻台版尾又不說 然後這個紫環公主 她最好的地方就是尾血可以爆技 停蒲島轉 可以令蒲島沒那麼早 為娘娘搞癮營 但是我只是嫌她的輸出力比較低 我嫌她 不知為何她的總輸出好像很低 怪怪的 飛機裡我是推介的 因為那半個加速 另外就是SX變反 有時候有些奇怪的地方 可能會造成大傷害都不定 所以有好處 然後落到B和C 下面這一堆大部分都不需要看 有部分的東西需要 recap 其中有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說 就是說一些無課金重 無課金重最好 當然是新木爆 但是沒有那麼快 極運也都台版尾未出 究竟哪一隻好 坊間跟你說 一定是神化螳螂 因為神化螳螂是絕對比進化 因為進化的隕石打 這班是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參賽一下 為什麼是沒有用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螳螂也另外可以1980果 你可以增強的攻擊力 另外下面有一隻富爛狗 富爛狗其實都很勇猛 但問題就是有多少人有跌富爛狗 這就是重點 除了這兩隻之外 你會看到這隻就是Kelvin六串 接下來台版會出的超夠極的 是不是激夠極的 不知是激夠極的重 這隻是戰隊的合體機器人 不是高彈 這隻都可以用 但它是拋壞型 比較難使用 你可以跌 我自己也有跌 下面這兩隻就不要看 這些太低的輸出 然後上面這些 風神獸吉我本人試過 那個爆技的拉線的輸出很低 你靠它爆技的加攻加速片人 又不算加多 所以我都沒有用過風神獸吉 然後譬如隔離斧這些 或者星之預言者都可以使用 因為他們的技本身 加自己攻加自己速都算加多 隔離斧的號令 其實你都不需要當號令 你當它是加攻加速斬 所以BOSS更好 大概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是戰鬥部分 再慢慢解釋 到這個戰鬥部分 我這次這個陣是豪陣 你當我這隻新木爆 是雷錘就可以了 其實第一版 基本上都會有這樣的艇拼打法 就是一P去左邊 然後二P去中間 三P就要去右邊 其中最需要去小心 就是譬如你三P去右邊 那時候 你就要小心 最好的戰鬥是指著那隻波波下面 血槽右邊的位置 那你就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都不會撞到波彈出來 那如果你跟不到這些艇拼打法 你進第二層 就會變得十分麻煩 那這個就必須要留意 那其實頭三層 都可以說是有一個好功率 攻式的打法存在 但如果你一跟不到你就PK了 那另外呢 就有些要補充 就是什麼呢 我每一層 接下來第二層開始 落第三層 第四層 就是每一層落下一層的時候 都會有些MARKER的部分 那交叉的位置 就是不可以停的地方 那說回這個艇拼打法 有些問題 那通常你做這個艇拼打法 你會面對著一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上面那隻螳螂 你下來戒這隻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不是跟這個 路去戒 或者剛剛剪著那個箭咀方去戒的話 你是會殺不死海龍的 然後你就會那個艇拼打法的位置 就會錯了 那些次序就會錯了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2P這隻東西 2P這隻東西 如果你不是洋展 不是糖果屋 不是雷取的話 你是很難可以這樣戒死右邊那隻海龍的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暫時 你要做一個艇拼打法的話 其實這一版都是十分吃重的存在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唯有你怎樣去想 怎樣去戒死那些海龍 然後拿回一個好一點的位置 去幫到你進去第三層戒的葡島 那如果一般正常情況來說 如果第二層都跟到劇本走的話 那其實第三層的時候 一開始 那隻螳螂就可以打橫 LOOP HEAT的方式 就戒死那隻蒲島一千萬 那這裏我其實不屬於LOOP HEAT位 所以你才會見到三百多萬 這裏這版有注意的 那如果跟你跟到劇本 你就可以硬爆很快 就擊死那隻蒲島 那如果你跟不到劇本的位置 不是好像我現在的次序進去的話 那你就要想怎樣去殺蝶寶 那這版最需要注意的部分是 那第一就是 下面那隻波波 是蒲島是每隔一箱去幫你引營的 那就是簡單來說 你需要謀就是什麼呢 你就是一P或者三P動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動或者第三個動的時候 那個一定要殺死下面那組波波 如果不是 你基本上你未必有能力可以戒死它 然後你就會死在它八爆之下 那正常的打法就是 譬如你第二層進去 進去這一層的時候 最好就是謀好些位置 去簡單地解決你們各自的波波陣 然後再殺蝶寶 那我現在這裡 是屬於都想一個挺完美的狀況來的 那我正式突入這個 中波史戰的第一層 那終於可以拜見娘娘的身影了 那娘娘第一層是會自己引營的 所以你都不用想著這麼快打到它 或者可以直接擊殺它 那一開波正常的狀況 就會是清了兩組波波為主 那當然有些人玩熟了之後 他們就會憑著一隻會透波的角色 每一次動的時候 那隻就專門擊殺波波 然後放下面那兩條水龍 在這裡 去避免波波白爆 然後就專心去做其他事情 那這個是 這個是玩熟了的人的打法 那其實我是不推介的 因為呢 比如說你放一些水龍 然後放一隻波波 其實基本上你會一直給它抽水 除非你場上有很多物品 很多心給你回血 那不然你很難去敵 去敵過不斷的抽水 因為其實大部份情況 你都不會太多 你不會十幾萬血進去 就是你選角來計算 那這一版呢 另外就是那兩隻巴哈 其實他們主要是做什麼 就是幫娘娘去回血 那通常往常的做法 通常大部份情況 都是擊殺一隻巴哈為主 那然後就另一隻擺兜 因為呢 如果你兩隻巴哈放在牆上 你除非你能夠經常進出娘娘的體內 那不然你是打不切娘娘的 那這一版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你設置一隻怪 設置一隻寵 在娘娘的波 或者中間 那這個位置你可以 Loop 血 Loop 死娘娘 鑑散 可以Loop 死娘娘 整條血都可以 那但是呢 做這個做法要小心就是什麼 就是巴哈四圍動的時候 它有機會會踩走你 原先設置好位的那隻怪 然後搞到你Loop不到血 那這個位置你要十分之留意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會擊殺一隻巴哈 就是為了避免這些 本來已經預算好 一擊必殺娘娘的部分 突然間失散 這個第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Chucky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這個Loop 血位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攻擊位置可以打娘娘大的傷害 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剛剛左邊死了的巴哈 如果它上去的時候 譬如你卡你是反射 你變成反射 然後卡到巴哈和娘娘的中間 你也可以對娘娘造成這個大傷害 這幾個就是打這一層最主要的注意點 另外還有一個小小注意點或者補充是什麼呢 就是中間的球 其實你可以不用太平均 你可以斜一點進去也可以 以我經驗來說 當然實際上怎樣的角度才好呢 你要自己去掌握或者自己去嘗試 我分享不到 去到這個中波史戰的第二層 這一版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開波那兩隻海龍是一定要擊殺先的 最好就擊殺先 當然看回你的位置 如果你的位置是方便卡波波 其實你也可以先去卡波波 但是譬如你能夠成功在那兩隻海龍去幫娘娘隱形之前 擊殺了他們的話 那娘娘這一層基本上都不會去隱形 然後站著被你任打 但是譬如你殺不了這些海龍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會面對著娘娘在一個抓不到的地方 就不斷抽你 所以抽到你死為止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那兩隻海龍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他們就會卡拉卡拉的幫那兩組波波去隱形 所以呢 你自己打的時候都要小心注意 就是譬如你被那些海龍在牆上活的時候 然後你也要留意那些波波的倒數 看看他什麼時候白爆 對啦 如果譬如你剛巧他就白爆 只剩一圈的時候 他跟你說那隻海龍幫那隻波波隱形 那你就已經掛了眼路襯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死法來的 另外打這一版有些比較熟悉的人的打法 又會有些特別注意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螳螂那個位 那如果那兩組波波是沒有清過的話 那螳螂那個位的波波是落了的時候 你可以以打一隻戒的方式 只是戒死那兩隻波波的 對啦 那有些懂得打的人 他的做法很簡單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波波每五槍才爆 那你就在一巡裏面就滅那些波波一次 那就令到他們不會白爆 那你不會白爆 那你就不會那麼容易即死 那你就可以專心打涼涼 那這個是一些比較高階的 或者比較熟悉打涼涼的人 才會做的打法 那如果你是正常玩家 你近期才開始接觸涼涼的話 那我就也是建議你殺回 就是清醒一些怪才再打一隻波波士 那這個就是正常要攻略的流程 那開始正式突入這個波士戰第一層 那就是惡夢開始展開了 那BOSS戰的第一層 那一開波呢 基本上跟剛剛中的BOSS是一樣的 就是你最好就是一開波要擊殺了兩隻海龍 因為那兩隻海龍會為牆上面的怪去隱形 那你要必須要留意 就是譬如如果你放了一些怪 放了一些海龍在牆上面的話 你就很大的機會因為這樣而殺不死這些波波 或者是你打梁梁打不切 那這個就是重點 那譬如梁梁要小心的攻擊 就是梁梁平時 它進入到BOSS戰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每一圈就會出傳染毒去抽水 那一隻就五千 如果你兩隻同角色 那你就會是一萬的 那有些出奇的打法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譬如你聖誕 一隻聖誕飛機旅 那聖誕飛機旅呢 那聖誕飛機旅呢 就跟這個原版的飛機旅呢 是兩隻不同的蟲來的 Numberi是不同的 那你是不會中傳染毒的 那這款就是Skin蟲的用途 就是Skin蟲之前 經常有很多人在那裡說 或者沒有用來騙錢 其實它就用來 就是跟你說什麼呢 你就可以防傳染毒 那這個就是Skin蟲最大的用途 那譬如好像我現在這樣 牆上面清掉了些怪 那你就要專心去打一隻梁梁 那專心打梁梁 其實都是用你平時的 就是用你自己的經驗 這樣去Loop梁梁的體內 那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是梁梁 但是這一層呢 其實都會很快就會被Loop得死的 那當你Loop完這個梁梁之後 最好的狀況呢 就是你要去Gain 1T 或者你要去確保有一隻怪 那現在就站在畫面的左上角 那站在畫面的左上角的話 就有一個很好的狀況出現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能夠 待會一開波就可以直接擊殺了 那隻會為梁梁隱形的葡島泰諾 其實那隻葡島泰諾是很討厭的 我告訴你 第二層大部分情況炒的原因 就除了剛剛那些波波會白爆之外 就是你不能夠可以很輕鬆地幹掉一隻葡島 然後那隻葡島就在那裡抽水 然後梁梁又隱形 然後你打不上梁梁梁梁 那你那時候很焗氣 那你就會經常死 那這個就是重點 那像現在這樣 你會見到一開波就擊殺了一隻葡島 的話 那波士戰的第二層 那隻梁梁基本上就不會再隱形 那隻葡島也有很多血 那最好 所以最簡單就是 你要入入這一層的時候 你一定最好就是 你要放一隻重在畫面的左上角 OK 那另外呢 這一版有些checky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 最麻煩 最麻煩呢 其實就是 牆上面中間那隻波波 中間那隻波波的時候 不知為何特別難入 那你 譬如你自己要入的時候 或者你自己要 去嘗試多些 那有時候 那最簡單 你確保就是什麼呢 你最好就是什麼 你簡直可以不理中間的組 那你就只 每一次動的時候 都戒死那隻波波一次 對 在它爆之前 爆過一層之前 一層裡面戒死那一次 那你releal他的八爆 那你什麼都不理 另外還有一個打法 是打娘娘異血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你用飛機女的那些 你變反射 然後 薄涉在娘娘的腳底 裙底 那一下呢 有時候不知為何 會造成一擊必殺的狀況 那這個 有時候 你上網釣片 都會見到這些人 都會做到這些狀況的 那都 不是太難的 你可以試一下 那進去BOSS戰的尾血 那你會見到這些尾血 很多怪的 很多怪 那其實都是跟這個打卡的一樣 那自己那隻怪本身 即是自己那隻怪本身 即是自己那隻寵本身 方便殺哪些東西的話 那你基本上謀那隻就是了 那這裡呢 譬如你看這條片 就會見到我楊展 發揮了最大的戰鬥力 就是用個亂武 設定在上面 左邊的巴哈 那基本上 一定要設定在這個位置 那你如果 設定不到在這個位置 或者你 對右邊的巴哈 你是做不到這條片的 你也會被人踩走 被下一隻 動的巴哈 會踩走 那譬如像現在 我楊展 站在這個位置 那之後呢 我們只能夠接下 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擊殺了下面的浦島 那等下次楊展 等下次楊展動的時候 能夠Loop到兩兩Hit 那就可以圓滿了 基本上這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你說你有楊展在身上 那但有些位置要注意 就是什麼呢 你都可能要在五圈之中 殺一次波波的 即是在波波爆之前 每一巡 都擊殺一次波波 那這個重要 第二個有一個注意點 就是什麼呢 譬如如果你不能夠 很簡單地殺死波波 那波波波 不知道是第三 還是第四 就會吸風 就會吸回你的楊展出來 那你這個情況下 你原先的預謀 就會變為拋湯 那另外呢 譬如楊展可以做這個 做這個不跟劇本的打法 令到它可以在一個很不錯的位置 不錯的適正度 其實另外就是 譬如唐果屋 譬如尾血的時候 娘娘是給中間群底的弱點 唐果屋 而唐果屋那一下是垂直的話 她的爆技 亦都可以直接擊殺娘娘 整條尾血 以我本人的理解 譬如Game With 將楊展和這個 唐果屋 放在S那裡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有能力 或者有手段 可以在尾血那裡 直接不跟劇本 一下就KO了 這就是我估計 Game With 放在上面的原因 譬如你看 App Media 有些會看到 楊展會低 變成A 狀況 但基本上 坊間公論 都是唐果屋最優秀 這個慕容置疑 所以如果你真的 苦手得娘娘 那就抽吧 大致上是這麼多 希望這條片 幫到各位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